六架无人机保持一定高度 飞在果树上方 慢速往前喷洒出液体 这是彰化县府为了防止荔枝春相 破坏荔枝跟龙岩等农作物 所组成的无人机大军 他们利用无人机喷洒 对环境无害的农药省时又省力 但突然出现一大群无人机 也让附近民众吓了一大跳 这个是精准也是精准投药 这个部分的话就不会造成 我们环境太大的一个冲击性 县长说在彰化县的荔枝园 有1000公顷 熔饮园有670公顷 都是本土中央的产区 但今年中央取消了 收购荔枝春相软片 为了避免虫害到来 他们必须超前部署 所以就利用无人机喷洒农药 以前都是尖杯农药喷洒气 喷洒的同时 农民也会吸入大量的农药 非常危险 现在改用无人机取代人力 让农民直呼真的是安全又便利 今年有跟无人机的业者来合作 喷这个燥炎 如果效果好 我们未来可以来考虑 来扩大来示范 协助农民把这样的害虫防治更好 农业处组成无人机大军 像是在农业上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除了可以扩大喷洒的面积外 也能缩短喷咬的时程 快速降低虫害影响